6块钱 哇啦 鼓声 嘿 大家好 我是刘芝莉 我今天这个妆也太好看了 就是会有那种陶渊明的采集东离下 悠然见南山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在淘宝冲浪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种叫外貌眼影的神奇品类 商家的宣传是 中国加工夫口欧美 外貌伟单大牌品质 给人一种 赫兹资本主义羊毛 沾了大便宜的感觉 今天我就把淘宝上的 所有外貌眼影都买回来了 让我们试试看 它们究竟是冰青玉节 还是冰青玉节呢 就有亮点 有那个亮点 首先第一个 飞鹿 有了解的朋友可能会说 飞鹿鹿明明是一个果货品牌呀 人家都有自己的天猫旗舰店 人家百度百度上自己都说了 主要销往海外 这个是飞鹿鹿在国外的官网 相同的一款产品 比如说这个旅行眼影盘 我在旗舰店购入的价格是45 这还是在没有任何活动的平常日子里 随便一买 国外的官网是16.99刀 按照现在的汇率 折合人民币120元左右 给自己人40块 给外人120块 这波操作 感动的 但不扣一波感动 不感动的 别动 当然价格也不能这么比 所以我又找了眼影价格 差不多的几个品牌 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我又想到 每个眼影的定价 不一定跟品质成完全的中相关 影响价格的还有 红粉盘 一万碎 方方面面 所以价格只是一个参考 大家更多的还是听我接下来 对眼影的描述 首先这个包装还是蛮好看的 每个眼影盘代表了一个地点 眼影盘里的这两个图标 都很好地抓住了 每个地区的特点 像是一提到丽江 大家脑子里想到的 可能就是酒和音乐 所以这里放的 就是吉他和酒杯 重庆放的是辣椒和火锅 东京放的是樱花和富士山 大家可以在弹幕说一下 如果自己家乡出了眼影 应该是哪些标志 按照这个思路 如果出了一盘 山东城市的眼影 那么眼影盘上肯定是 这盘眼影 首先看配色 不是一盘非常日常瓜的眼影 当然不日常 没有什么问题 超市它这些颜色吧 但脑脑都不挨着 一颗哑光色 全是红棕掉的盘子里 你整这些蓝绿子片光 是想干啥 那出来得是啥效果 绿豆盐在火龙果上 开黄欢的party 我的天哪 好处配色不讲 这个粉质是过关的 哑光色 浅色均匀 好韵染 这些个珠光色 虽然我也不知道 应该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吧 但是真的很漂亮 颜色非常干净清透 我最喜欢这个蓝紫色葱票 我戳一指头给你们看一看 非常梦幻的一个颜色 还有丽江盘里的这个颜色 感觉就好像是丽江的蓝天白云 然后是这个大家经常看到的 宣传上是中国加工出口迪拜的Fable 这个是Tiz的天宝旗舰店 这个是Tiz的Facebook Tiz的官网我们有找到 如果有知道的同学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 大家最常见到的 应该是这个铁盒眼影 但是旗舰店不售卖 所以为了保证测评效果 我又在旗舰店买的 这两盘双升系列眼影盘 这三盘差不多都是30出头的价格 这个包装就很像 咱们小时候用的铅笔盒 那天我就想着 把这个眼影抠出来 是不是真能当一个铅笔盒 结果 这个眼影本质比较特别 比普通眼影软一点 比土豆泥质地硬一点 雅光珠光都很软糯 使使劲能按个坑那种 触感比起其他眼影盘 有一点过于滑腻 但是我个人还是蛮喜欢 这种触感的 然后是Fable的 双升系列眼影盘 大家都是纸质包装 但是这盘看起来就非常粗层 尤其打开里边这个贴标 这个筋纸啊 我小时候做手工 大概也就这个水平 这两盘的配色主题 就很鲜明了 这一盘是橘色系 这一盘是粉色系 相对于铁合眼影来说 雅光色更硬一点 珠光色更接近土豆泥质地 雅光色压粉较松 颗粒感会有一点重 而且它不是很贴眼皮 上眼会有点俗 珠光色就好很多 因为是土豆泥质地 所以更多一层 是露露的水光感 另外吧 它16个眼影就忙活一个配色 我觉得有点浪费 当然这是我的问题啊 我这个化妆水平 一个眼妆能驾驭五六个眼影 已经是了不得了 你给我16块眼影 那就相当于 大财小用 无中生有 班门怒腐 成语大师 这个是淘宝上的企业店铺 这个是国外官网 官网的定价是16到 淘宝上的价格 是今天最贵的49块钱 你看这个粉粉嫩嫩的外壳 再看这个粉粉嫩嫩的配色 感觉好像是能用来化 清新自然的桃花妆 粉色娇嫩 你如今几岁了 相信我 买了它桃花妆 妆你是别想了 买了它 画桃花妆你是别想了 画成偷桃子的孙悟空 倒是轻轻松松 它的这个显色度和饱和度 高的爆炸 你看我这就轻轻易抹 都控制不住 吹呀吹呀 它的焦我放纵 镜头里看可能还没那么明显 我现实中看 真的是很鲜艳的一个颜色了 珠光色是比较硬派的金属光泽 然后是这个 说实话 这个的官网和旗舰电位都没有找到 只找到它在阿里巴巴的出口网站 AliExpress 当然是购买 按说不应该给放在这期测评里 但是它 就是之前那期视频 大家疯狂就有出测评的那盘影盘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挺想看的 所以我决定抬它一手 26块钱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延展度 不费吹灰之力 轻轻松松拐的胳膊肿 要不是今天没提眼毛 我都想给大家试试 看能不能拐的嘎着窝 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菲露敖品质一定是达到了 国货内比它知名度更高的品牌的水准 同时价格也很便宜 性价比是可以保证的 可以从费合铁合眼影 粉质细腻 显色度高 很好晕染 配色日常 直到日常 但你要说它达到了 怎样怎样的大牌品质呢 那倒是确实也没有啊 双生系列眼影 可以入30块钱普全一个色系 还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你手里已经有了 这两种配色 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这一盘粉质配色都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化我美妆 可以冲一波 但是你是想用来化日常妆 这笔钱还是老老实实的 放在你皮兜里吧 这一盘粉质配色都没有什么问题 缺点就是没有中间的顺带精精 所以你要不是特别缺眼影 也不要买 它的延展度是牛逼 但是你的眼皮 也都这么一亩三分定 延展度再好 你还能给它滑了到后脑勺吗 其实我买的还不止这些 剩的这些 因为找到的资料不够全面 或者是品质方面 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地方 在我这关就给大家pass掉了 还是那句话 化妆品这个东西 你想买就买 不想买就别买 买得起就买 买不起就拉倒 这个是化妆品 这个是你的长相 这个是你一整个人 除了就在自己的长相之外 你的身上一定还有 其他闪闪发光的地方